《崔学路》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钢笔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杨振卿是有唐一代 也是中国书法史上 一位巨网开来 具有支配力量的书法大家 与书胜王羲之同是标拔中国书法艺术高度的 并置入云的两座高峰 秦礼碑是颜真卿七十一岁 为曾祖父严秦礼 转文并书科勘力的神道碑 七碑典华尊厚 解体宽薄 用笔俊力 精气充满而高位 为鲁公晚年砍书 极具代表性作品之一 秦礼碑之临席 一 典华尘厚挺进 力求比方而一元 古俊而肉丰 要执中含曲 取而能执 要变化丰富 不使单一而力必矮板 二 节字 以平时 宽薄 高尾和外拓 体格要拓展 气格要浑木 精神要高扬充满 三 字间紧密 行器求紧 偏法茂密 四 耳后最重用笔 体会转皱的元后 和乌漏痕的比喻 重案而能轻蹄 方朗而见远转 五 书写时要精神积月 全体血心不畏法福 由此 经对邻而通邻 再背邻 由此再转邻 武功踏铁 使能融会 进而能够达到 意邻和创作 方可未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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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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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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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